在当今这个社会 许多人往往依赖外在的标准来衡量自我价值 无论是金钱 地位 还是他人的认可 而频率高的人则完全相反 他们的价值观来自内在 而非外界的评价 他们不被潮流所左右 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价值 这使得他们在任何情境下都能保持坚定的心态 首先 他们深知自我的价值与外界无关 无论外界怎么评判 他们的信念和价值观都来自自己内心的稳定感 他们不会让外界的期待和标准来影响自己的决定 这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自信和坚定 这些人经常内心 花时间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渴望 并从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向 其次 这些人往往有极强的自我认同感 这样的认同感让他们不需要 依赖他人的赞赏来获得认可 他们明白 真正的自信来自于对自我价值的深刻理解 而非来自外界的肯定 因此 无论是工作选择 生活方式 甚至是兴趣爱好 他们都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内在的喜好来决定 而不是迎合大众的眼光 举个例子 像是一些知名的艺术家或创业者 他们在事业的早期阶段 往往选择了不被大众理解的道路 但正因为他们对自我价值有着深刻的认知 并且坚持走自己选择的路 最终成就了不凡的事业 再者 这些频率高的人 对于时间的掌控也有着独特的理解 他们知道如何利用时间去做真正有价值的事情 而不是浪费时间去迎合不重要的人或事 他们选择以自己的步伐前进 无需因为他人的期待或社会的压力而改变方向 这种对自我价值的高度认知 让他们能够在人生的每个阶段 都保持心灵的平静与清晰 这就是自我价值的力量 它能够帮助我们在混乱的世界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让我们在面对任何挑战时 都能够坚定不移的前行 只要你能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你就能够拥有一个不随波逐流 活出自我的人生 频率高的人往往对自己的生活态度 有着无比的坚定 他们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无论外界的压力有多大 他们认为 每个人的人生应该由自己掌控 而不是被社会的标准或他人的期望所束缚 在这个多变的世界里 保持自我是一种需要勇气的选择 但频率高的人选择了忠于自己 首先 这些人非常明确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 他们不会因为他人的意见或其望而改变自己 他们深知 人生短暂 无需浪费时间去讨好别人 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自我掌控感 不会轻易被外界的评价动摇 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内心方向 当面对来自社会的压力时 他们能够冷静应对 并坚持自己认为对的选择 这种态度在现代社会中尤为珍贵 因为我们往往被来自家庭 朋友和社会的期望所影响 从而迷失了自我 很多人为了迎合他人 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和兴趣 最终陷入无法满足的循环中 与之相反 频率高的人选择专注于自己的内心需求 他们相信只有忠于自己 才能真正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幸福 一个真实的例子是中国著名导演贾张科 他的电影风格一向独特 不受市场和商业需求的影响 尽管他的作品在国内外一度受到争议 甚至有些作品无法上映 但贾张科始终坚持自己的创作风格 不为市场妥协 他认为电影应该表达真实的社会和人性 而不是单纯迎合观众的喜好 正因为他这种坚定的态度 他的作品在国际电影街上屡获大奖 并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认可 此外 频率高的人往往拥有强大的抗压能力 他们能够在面对外界的挑战和质疑时 保持冷静和理智 他们不会轻易被他人的批评所动摇 而是专注于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 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为了自己而活 而不是为了讨好他人或迎合潮流 这种坚定的生活态度 让他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 都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与清晰 他们不会因为短暂的困难或压力 而改变自己的选择 而是会持续前行 直到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 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是他们能够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最终 这种坚持自我生活态度的人 往往能够过上更加充实和满足的人生 因为他们知道 无论外界如何变化 内心的稳定和对自我价值的认识 才是最重要的 他们懂得如何在外界的喧嚣中保持清醒 并且不断追求内心的真实与平衡 这种生活态度 不仅让他们能够在困难中保持坚定 还让他们在人生的每个选择中 都能够忠于自己 频率高的人 往往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平静 这使得他们能够在 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专注 他们的内心仿佛一片广阔的湖泊 尽管外界风起云涌 但内心却能够保持一份平静 他们的平静来自于一种与自我深度连接的感觉 这种连接让他们不轻易被外界的波动影响 而是能够专注于自己真正认为重要的事物上 这种内心的平静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特权 而是许多频率高的人在人生旅途中逐渐培养出来的 他们懂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冷静 并且不会因为外界的诱惑或压力而轻易改变自己的心态 正因为如此 他们才能够在面对各种挑战时 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稳定 不受影响的向前迈进 举个真实的例子 达赖喇嘛便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他的一生充满了波折和挑战 从年少时期被迫流亡 到作为精神领袖面对国际社会的各种压力 达赖喇嘛始终保持住一种无比的内心平静 他的这种平静 不仅让他能够面对世界的挑战 也让他能够将自己的专注力 放在慈悲与和平的推广上 这使得他在全球范围内 赢得了无数人的尊敬和仰慕 此外 内心的平静使得频率高的人 能够在繁忙的生活中 找到一种独特的节奏 他们不会让生活的喧嚣 或是他人的期待打乱自己的步调 而是坚持按照自己的节奏行进 他们深知 只有在内心平静的状态下 才能真正看到生活中的美好 才能真正体会到内在的满足感 因此 无论生活如何变化 他们始终能够保持一种平静且专注的心态 专注是这些人另一个显著的特点 他们知道如何排除外界的干扰 专注于自己认为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无论是生活中的目标 还是职业上的追求 频率高的人都有一种超乎常人的专注力 他们能够在各种干扰中找到自己的核心 并且持续不懈地朝住自己的目标前进 这种专注的力量 使得他们能够在自己的领域中不断突破 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拿著名的篮球运动员科比·布莱恩特维利 科比的一生充满了对篮球的专注与热爱 他的训练和比赛中展现出的专注力 让他成为零第一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球员之一 无论外界对他的评价如何 科比始终专注于提升自己 精进记忆 他的每一场比赛都展现出那种 令人难以忽视的专注与投入 这份专注最终让他在篮球场上 取得了无数辉煌的成就 成为世人景仰的传奇 这种内心的平静与专注 使得频率高的人能够在生活中 找到一种超越外界的满足感 他们不需要依赖外界的认可 或是追求外在的成功 因为他们知道 真正的成功来自于 内心的平和与对生活的专注 这种心态让他们能够在 混乱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秩序 并且始终保持着一份 稳定和清晰的状态 频率高的人有着一个显著的特征 那就是他们对时间 有着强烈的重视感 他们清楚意识到 时间是人生中最无法取回的资源 因此每一刻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他们不会将时间浪费在 无意义的事情上 而是选择性的将时间 投入到那些真正对他们有意义 能带来内在满足感的事情上 这种对时间的重视 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 更加清晰明确 他们不会随波逐流地追随社会上 那些被广泛推崇的生活方式 而是会根据自己内心的需求 来安排每一天的生活 他们非常擅长管理自己的时间 确保每一分钟都用在值得的事情上 这让他们能够在有限的生命里 活得更加丰富且有意义 举一个真实的例子 亚马逊创办人 杰夫贝佐斯是这种 对时间重视的代表人物之一 贝佐斯在创立亚马逊的初期 面对着无数的挑战和压力 但他始终保持着对时间的高度重视 他曾公开表示 他每天都会花大量时间思考未来十年内的战略 而不是沉溺于眼前的短期问题 这种对时间的深刻理解 让他能够在繁忙的日程中保持清晰的思路 并最终带领亚马逊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商公司之一 对于频率高的人来说 时间并不是用来消磨或打发的 他们不会轻易浪费时间 在无关紧要的人际关系或无意义的活动上 而是选择性的将时间用于那些 能够帮助他们成长和实现自我价值的事情上 他们深知 每一刻的时间都代表着一种可能性 只有把时间花在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上 才能在生命的最后回顾时 感到无怨无悔 频率高的人不仅懂得如何珍惜时间 还懂得如何有效利用时间 他们的日常生活充满了计划性和目标感 这让他们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 完成比常人更多的事情 无论是工作 家庭还是兴趣爱好 他们都能够在这些领域里找到平衡 并确保每个领域都能获得足够的关注与投入 这种对时间的重视 让他们在面对挑战和压力时 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性 他们不会因为短期的困难或挫着而迷失方向 因为他们深知时间的力量是无限的 只要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最终一定能够达到自己设立的目标 总而言之 频率高的人深刻理解时间的价值 他们不会轻易浪费时间在不必要的事情上 而是将时间用于那些能够提升自己 实现梦想的领域上 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对时间的敬畏感 这让他们能够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充满动力与热情 他们知道生命短暂 而时间却是唯一能够真正帮助他们达成人生目标的工具 因此他们将每一分每一秒都真是无比 这种对时间的重视 不仅让他们在人生中更加成功 也让他们能够活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当他们回首过往时 他们能够骄傲地说 每一刻的选择都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 而这正是他们成功的关键之一 在生活中 频率高的人展现出强大的自主决策能力 这种能力让他们能够在面对选择时 根据内心的声音做出决定 而不被外界的影响所牵制 这种能力让他们在各种情境下 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清晰的方向 无论遇到多大的压力 他们都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初衷 自主决策的能力 使得他们在人生的每个转折点上 都能够做出不依赖他人意见的选择 他们的选择往往来自内心深处的 反思和对自我价值的高度认知 而不是外界的期望或潮流的趋势 这使得他们的人生道路 充满了与众不同的独特性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 他们都能够坚持走在自己的路上 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自于韩国著名导演 奉俊浩 他的电影《寄生上流》 获得了全球多个电影奖项的认可 包括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这部影片的成功离不开 他强大的自主决策能力 在拍摄《寄生上流》时 奉俊浩并没有顺应大众的市场需求 或迎合观众的口味 而是选择表达自己 对社会阶级分化的深刻思考 尽管这样的题材 在当时的韩国电影市场并不主流 甚至存在一定的风险 但他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 最终收获了全球影坛的高度赞誉 《封俊浩》的成功并不是偶然 他的每部作品都体现了 他对自主决策的重视 无论是早期的《杀人回忆》 还是后来的《雪国列车》 他始终坚持自己独特的风格 不数市场潮流的影响 这使得他的作品 在全球范围内有着深远的影响力 这种自主决策能力 不仅仅是在艺术创作中体现 还体现在他对于个人生活的选择上 《封俊浩》曾经多次拒绝好莱坞的邀约 因为他认为自己需要保持创作自由 而不愿意被资本控制 这种对自主性的坚持 让他在艺术的世界里 保持了高度的独立性 并最终成为全球影坛上 不可忽视的力量 对于频率高的人来说 坚守自己的原则 是他们生命中最根本的基石之一 这些人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 外界的压力 或是他人的期待而动摇自己的信念 他们非常清楚 真正的成功和满足感 来自于内心对原则的忠诚 而不是短暂的外在成就 他们的坚守并非盲目 而是来自于对自我深刻的理解 和对人生目标的清晰认识 坚守原则的例子在历史上不乏其人 其中 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南非的前总统 奈尔逊曼德拉 曼德拉的一生充满了斗争与坚守 他不仅反抗种族隔离制度 还在被囚禁的27年间 始终坚持自己对自由与平等的信念 从未屈服于任何形式的妥协 无论是在漫长的监禁岁月中 还是在后来成为南非首位黑人总统时 曼德拉都没有背离过自己的原则 他的坚持不仅改变了南非 也影响了全世界 成为了不屈精神的象征 曼德拉的这种坚守原则的精神 正是频率高的人所具备的核心特质 他们深知 生命中的每一个决策都应该遵循自己的原则 而不是被短期的利益所蒙蔽 这种坚持让他们能够在人生的各个领域中 无论是职业 家庭 还是人际关系 都能够保持高度的自我一致性 这种内外一致的生活方式 不仅让他们感受到内心的平静 还能够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成为他人仰慕的对象 然而 坚守原则往往并非一世 许多人在面对压力或诱惑时 会选择妥协自己的信念 追求短期的成功或满足 然而 频率高的人却懂得 真正的成功来自于长期的坚持 他们不会轻易被眼前的困难所击垮 而是会坚定地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 无论这条路有多么艰难 他们深信 唯有坚守自己的原则 才能在人生的终点 无悔地回望过去 感到自己过得充实而有意义 坚守原则的人 往往能够赢得他人的尊敬 这种尊敬来自于 他们的坚定与不屈 来自于他们对自我价值的认识 和对未来的远见 他们不会为了迎合他人而改变自己 也不会因为环境的变迁 而放弃自己的信念 这种坚持 让他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 都能够保持高度的稳定与平衡 无论外界如何变换 他们的内心始终如一 另一个例子是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 金博士以非暴力抗争的方式 坚持追求种族平等和社会正义 他的这种坚持 并不是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 而是来自于他内心深处 对平等与正义的信仰 尽管面临来自政府 和种族主义者的巨大压力 金博士始终没有动摇 他的非暴力原则 他的演讲 唯有一个梦更是激励了无数人 让他成为了 二十世气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金博士的坚守 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选择 他成为了一种影响 全球的精神力量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时 他的影响力和力量 将远远超出个人层面 甚至改变一个时代的走向 这正是频率高的人 与众不同的地方 他们的坚持不仅让自己的人生充满意义 也让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 留下深远的足迹 频率高的人通常拥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质 那就是独立思考 他们不会随波逐流地 接受外界的观点或意见 而是习惯于经过深思熟虑后 依据自己的价值观来形成判断 这种独立思考的习惯 让他们在人群中显得格外突出 因为他们能够在众生喧哗的世界里 保持自己的声音和视角 独立思考意味着 他们拥有强大的内心力量 能够在信息过在的环境中 辨别出真正有价值的知识 他们不会轻易接受 社会传播的主流观点或流行趋势 无论这些趋势有多么强大 他们始终保持着 对世界的批判性思考 对于每一个资讯 都会进行深入的思考与评估 并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做出选择 一个典型的真实例子是爱因斯坦 他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 他的相对论理论改变了 人类对宇宙的理解 但爱因斯坦并不是一开始 就被学术界所接受 事实上 在他提出相对论时 许多科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 然而 爱因斯坦从未因为主流的批评 而动摇自己的信念 但依然坚持自己的理论 并继续对其进行完善 正是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 让他能够超越同时代的 其他科学家 提出那些令人耳目以心的想法 爱因斯坦的例子 说明了独立思考的重要性 他的成功并不是 仅仅来自于他的智力 更多的是来自于 他那种不去不挠的 独立思考习惯 他不仅敢于质疑 当时的物理学理论 还敢于提出全新的观点 即使这些观点 一开始并不被广泛接受 这种精神让他成为 科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也让他的理论 至今仍然影响着 整个物理学界 频率高的人 通常具备这种 独立思考的能力 他们会在众多信息和观点中 理性分析 找出真正对自己 有价值的内容 他们不会人云亦云 也不会轻易受外界影响 而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他们认为 每个人都应该有 自己的思考方式 唯有如此 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方向 此外 这些人也懂得尊重不同的意见与观点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会因此放弃自己的立场 他们能够在保持开放心态的同时 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 这正是他们能够在人生中 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 他们懂得 唯有独立思考 才能够真正帮助自己 做出最符合内心的决定 进而引导他们 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另一个真实的例子是企业家马斯克 无论是创立特斯拉还是SpaceX 马斯克的每一个决定都充满了 他的独立思考痕迹 在创办SpaceX的初期 许多人认为 私人企业不可能成功运营太空航行 但马斯克依然平级自己 对太空探索的热情和独立思考 坚持自己的计划 如今SpaceX已经成为 全球领先的航天公司 打破了太多常规智慧的束缚 这正是马斯克独立思考的结果 独立思考并不是容易的选择 他常常伴随着孤独和挑战 但频率高的人 往往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 茁壮成长 他们不会轻易妥协 也不会为了迎合他人而改变自己 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与众不同 而正是这样的理解 让他们在人生的各个阶段 都能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并且最终获得成功与内在的满足 频率高的人有一个显著的特质 那就是他们不容易受到外界舆论的影响 他们拥有坚强的内心 对自我价值有深刻的认识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他们 他们都能够保持自我 他们不会因为别人的批评 火在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 这使得他们在生活中 能够保持高度的自信与坚定 外界舆论往往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 有时这些声音会不断地干扰我们的判断 让我们怀疑自己的选择 频率高的人懂得如何过炉这些噪音 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真正想要达成的目标上 无论是来自亲友的建议 还是社会的评价 他们都能够理性对待 并不会因为外界的声音而轻易动摇 一个真实的例子 是中国著名演员张子怡 作为国际知名的电影明星 张子怡在演艺事业的过程中 面对了大量的舆论压力 尤其是在她年轻时期 曾有很多关于她的负面新闻和争议 然而她始终坚定自己的演艺道路 不受外界评论的作用 尽管有不少质疑的声音 她依然专注于自己的视野 并评级在电影卧虎藏龙 一代宗师等作品中的出色表现 获得了国际影坛的高度认可 张子怡的例子 生动的诠释了什么事 不受外界舆论影响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她 她都能够保持冷静 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 并且以实力证明了自己 这种不被外界干扰的能力 让她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影视圈中脱颖而出 成为国际知名的女演员 对频率高的人来说 外界的舆论可能只是短暂的风浪 真正重要的是自己如何看待自己 这些人懂得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 外界的声音未必总是正确的 他们不会一味地追求外界的认可 而是更注重自己内心的声音 和对未来的规划 这样的心态使他们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 走得更加自信和踏实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 是苹果公司创办人之一的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 与他知名的合作伙伴贾伯斯不同 沃兹尼亚克选择了一条 更加低调的技术创新之路 尽管外界对他的知名度远不如贾伯斯 但沃兹尼亚克并不在意这些 他专注于技术创新 始终保持着对技术的热爱 而不会因为外界对他的忽视 或在美而改变自己的选择 他不喜欢参与过多的公众场合 或接受访谈 而是更愿意保持低调 专注于自己喜爱的事情 沃兹尼亚克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外界的声音如何强大 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往往是成功的关键 他不受舆论作用 无论外界是否关注他 他始终保持着对技术的热爱与追求 这样的心态让他在人生中 获得了真正的成功与满足 总结来说 频率高的人具备的特质 不仅让他们在人生中 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更让他们在面对外界的 种种压力时 能够保持内心的坚定与清晰 无论是自我价值的认知 生活态度的坚持 还是自主决策 坚守原则 他们都展现出了 与众不同的勇气与智慧 他们不会轻易被社会潮流所左右 而是能够从内心出发 专注于自己真正想要达成的目标与理想 这些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难与挑战时 始终保持着一种冷静和自信 因为他们懂得 唯有忠于自己 才能在人生的旅程中 收获真正的满足感 他们不会去追求 短暂的成功或外界的认可 而是更加注重内在的成长和自我实现 这种生活态度不仅让他们活得更加自由和充实 也让他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 都能够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正如那些真实例子所展示的 这些频率高的人 评级着对自我认知的深刻理解 对生活方向的清晰把握 最终成就了属于自己的成功 这种成功不仅仅体现在外在的成就上 更体现在他们内心的平静与满足之中 无论你身处何种人生阶段 都可以从他们的故事中汲取力量 坚定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活出自己的人生